北韩频繁发射导弹向俄罗斯递头名装 德国外长八次访问基辅 乌军首次与北韩军在交战 乌克兰发电能力预袭后受损很大 加拿大原住南三目式先进防控系统 朋友你好 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4年11月5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视频 战况最近较为平淡 我们先说朝俄两国最近打得火热的事 俄罗斯总统4日会见了北韩外务相崔善基 双方进行了不公开会晤 俄罗斯媒体指出 崔善基在俄罗斯停留已近一个星期 除了国际热点议题外 双方讨论的终点之一 或是金正恩即将访问俄罗斯的相关安排 之前崔善基在与俄方会谈时再三表示 将坚定的与俄罗斯站在一起 直到俄方取得胜利 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 朝俄双方已经有了十多个部长进行了洽谈 双方各层级正在开展大量的工作 因此如果金正恩果然成型 将意味着两国关系达到前所谓的高度和热度 目前来看 北韩是高兴的 俄朝联盟让北韩在半岛绝望的境地中 感觉抓住了一根稻草 今天日本韩国情报机构军表示 北韩再次向东面海域发射了七枚短距弹道导弹 这距离他们上次的10月31日发射高度达到7600公里的洲际弹道导弹 仅过去了五天 缴纳投眉状的踊跃之情越然直升 斯莲斯基昨天证实 目前已有1.1万名北韩士兵被部署在库尔斯克 美国郭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周一已在华盛端表示 约有8000名北韩军人被派往库尔斯克 另据韩国广播公司今天的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长沃梅罗夫 接受采访时表示 乌军已同北韩军队首次发生小规模交战 有意思的是 俄罗斯舆论普遍认为 北韩希望在俄罗斯获得现代战争惊讶 只是俄罗斯人对现代战争的误解确实很善 这也怪不得他们最现代化的引擅无人机 还普遍使用源头锚定 实际上要了解什么是现代战争 看看第一和第二次海湾战争 不比刮目乌战来的强茫 但对于北韩这种还处于先时期时代晚期的军队来说 到库尔斯克旅游一番也已经大开眼界了 但对于没有使用过智能手机 没有飞过无人机的北韩普通军染而言 获得被无人机突入的经验恐怕并没有什么帮助 从历史建成来看 送军染到外国打仗可能还有相当大的演化 当年沙俄军染与德国交战后 惊讶的发现外面的世界才是完美的样子 随着他们回到俄国 沙皇的统治很快松动并彻底完蛋 几十年后 苏联跑到阿富汗 吃购了美国独自导弹和本国劣质军需产品的苦头 撤军后不到三年 苏联轰然倒塌 金将军派遣一万多人到俄罗斯 说不定导致干击不晚地动山摇 最终只能将他们干掉 或者送到黑莓窑 终身不得再见天日 这样的事情在北韩历史上可不止发生过一次两次 对俄罗斯来说 北韩的贵妇不会有多大的帮助 至少不会像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大 早前就有很多清醒的俄罗斯评论家表示 俄罗斯或许能得到不多的一些援助 但是很可惜 这些援助绝不会是无偿的 而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比如东大的汽车和手机 正在俄罗斯市场获得惊人的占有率 据说东大商人 不是跟俄罗斯商人协商商品的价格 而只是通知 俄罗斯人怎么办呢 他们能做的也只有贪手而已 如果东大不卖 别处他们也买不到 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很多人可以干件坏事 但也总有人能从这些人的口袋里掏走他们的钱 而这些人还毫无办法 俄罗斯经济现在也正向最后总崩溃的路上狂办 基准利率已经提高到21% 俄罗斯央行行长还表示 别着急上不封点 热的梗来说明一下 这几天 俄军苏武时期战机正在中国参加航展案 然而俄罗斯人犯了一个错误 让游客可以任意近距离的观察苏武时期 于是网上就多了很多中国网友嘲笑苏武时期的现代工艺的照片 比如这个体现了苏武时期基山上密密麻麻的不平滑的锚钉和螺丝孔 这个体现了不平滑的接缝 还有这个基山蒙皮凹凸不平 作为对比 我们放一张F35的照片 咱们看不到锚钉 接缝相当平整绝缘 基山也相当平涮光滑 先见与落后的区别 正如完美与野蛮的区别那么大 外交和援助方面 一 就在北韩外部向崔尚基访问俄罗斯的时候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在基辅沃接待了来访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双方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军事开支 对乌克兰国防的投资 以及冬季来临前的挑战 这是贝尔伯克战后第八次访问乌克兰 他宣布了一笔价值2亿欧元的冬季援助 他强调 乌克兰在战争中的第三个冬天 面临俄罗斯的持续空袭时 需要盟友们的进一步援助 他说这2亿欧元将用于为前线附近的防务供暖 并为乌克兰人提供毯子或保暖冬装等基本必需品 据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报道 今年夏天 俄军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无人机和导弹袭击 产生了重大的损害 与2024年3月相比 乌克兰的发电能力下降了9级瓦以上 降到12.1级瓦 一位乌克兰能源专家告诉政治报 乌克兰需要额外的防空系统来保护其能源基础设施 另有德国经济学家认为 如果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胜利 将使德国付出比援助乌克兰高10到20倍的代价 这位经济学家认为 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约每年40亿欧元 占GDP的0.1% 但如果俄罗斯获胜 德国每年GDP可能下降1%到2% 那么就是军援力度的10到20倍 虽然这类计算当中 忽略了德国对乌克兰提供的 其他人道主义经济和其他援助 但总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 二 北约秘书长马克里特 在和德国总理舒尔茨 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德国类因基础公司将很快在乌克兰 完成第二家捐货企业的建设 类因基础一共将在乌克兰建设四家捐货企业 生产装甲车防空系统以及弹药 秘书长还强调 北约必须为乌克兰提供获胜所需的一切 即是由北韩军队的存在 三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加拿大订购的第一套 SAMOS防空系统已运往乌克兰 它应该在今年年底到达 这套SAMOS系统是加拿大2023年1月宣布提供的 由加拿大提供资金 美国和挪威负责生产 但生产速度比较慢 四 波兰政府首脑唐纳德图斯克2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欧洲的安全不取决于美国大选 而是我慢 五 乌克兰战略工业部长赫尔曼斯美塔宁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披露 比利时捐活企业雷太兹 与一家没有居民的乌克兰国防公司 签署了一份合同 双方准备联合生产反无人机导弹 斯美塔宁表示 乌克兰公司未来渴望获得这种导弹的技术转让 这种反无人机导弹可能是FZ275LGR导弹 是已经在乌军中广泛使用的一种 带有半主动激光支导系统的70毫米小直径导弹 长大 有点像70毫米航空火箭弹 比利时泰里兹公司今年宣布 准备明年将这种导弹的产量扩大到5000枚 乌克兰公司和泰里兹联合生产这种导弹后 将使其产量进一步提高 价格进一步下降 六 乌克兰从立陶宛接受了500辆皮卡车和地雷探测车 七 澳大利亚证实 向乌克兰移进了增成的杰丹姆华象炸弹 这些炸弹原本供澳大利亚军队的FA-18大黄蜂机队配套使用 澳大利亚军队将大黄蜂退役后 这些滑翔炸弹也随之退役 澳大利亚没有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了多少杰达姆 也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提供的 这些弹药对乌克兰是极有帮助的 当然 目前更缺乏的是能够投掷他们的米格29和F-16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宝贵见解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咱们稍后再会